有关新新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几天最热门的话题可以说非东铁计划莫属了 而且东铁计划已经不只是国内瞩目的焦点 还占出了不少国外媒体的新闻版面 除了上个星期新加坡海峡时报指出 我国已经决定终止东铁合约之外 甚至连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 也针对东铁计划的最新发展做出了详尽的报道 就好像昨天的报道没有提到 那路透社其实也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指出 中国方面现意要把原本200亿美元的东铁计划砍剩一半 来确保能够挽救这项计划 这个数字如果换算成马币的话 其实也跟昨天新报报道 中国交建同意把原本的700亿令吉的造价 降至400亿令吉相差无几 那现在看来中国交建是大让步了 但是东铁计划其实也不是砍价成功之后 就可以顺利成交的 路透社就有提到 我国政府的立场呢 其实一直以来是反反复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东铁计划的背后啊 实在是牵涉太多方面了 所以有年来就有我国的财政部啦 主要承包商中国交建啦 负责东铁计划的 马来西亚铁路有限公司等等 而背后也有太多的官员参与其中了 上说有理下说也有理 各部门的官员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自然也就众说纷纭了 毕竟涉及的各方针对东铁计划都有各自的想法 还有议程 那接着如果有根据这几天新闻的人也知道 对于东铁计划的回应呢 其实这几天有不同的版本 甚至连对外的发言权 政府也是一踢再踢的 先是经济部长跟财长的言论不同掉 那跟着前天 首相马哈迪就表示 财政部长林冠英将会在近期内 针对东铁计划发表声明解释 那怎么知道不到24小时 林财长又把球踢回给了首相马哈迪 林财长说 为了避免东铁计划的课题出现各种版本的说法 内阁决议从昨天开始 只有首相蹲马才可以发言 而其余的部长通通被下达了封口令 那这种变来变去的现象 也让前元老理事会主席敦达英 忍不住跳出来 苦口婆心的向政府喊话 促请政府不要频繁的提起 东铁计划这个课题了 应该要安静的进行双边协商 默默的做事才对 那东铁计划从去年的7月份停工以来 马中双方一直很努力在谈判 谈了大半年的时间 还是谈不拢 看来要搞定东铁计划 可不是降价就可以解决的 还得搞定很多张口 不到最后宣布 东铁计划在短时间内 注定还是会有变数的